从今天起,50岁及以上的公众可以到9家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接种莫德纳2加疫苗 红帽桥的接种中心早上迎来了不少人 经营这家中心的医疗集团预计,约9成的人接种的是2加疫苗 记者蔡可汉报道 红帽桥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早上8点开始接手登记 不少人一早就前往接种中心,准备注射莫德纳2加疫苗 到了早上10点,已有上百人前去接种 这个新的,新的,莫德纳,比较强,比较新,比较好 那个菲射要等到年底,我没有时间等 因为我觉得现在疫情最近又升高很多 新打比较安全点,有一个保障 年底要旅行吧,要出国,所以尽快吧 我怕像之前有Case就是计量没有稀释打过了 我说他没有这个问题,我就比较放心 这家中心也继续提供原版的辉瑞疫苗 如果有民众想要接种辉瑞疫苗 现场有站牌引导他们到辉瑞疫苗的隔间接种 50岁及以上人士可以无需预约直接到接种中心接种疫苗 他们只要在五个月到一年内接种上一剂疫苗 就可以接种二价疫苗作为追加剂 在我身后的公众有大约九成是来接种二价疫苗 中心预计今天将有七百到八百人前来 于是部署了比平时多一倍的人手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可汉报道